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广州恒大逃跑则是悄然间完成了四连胜 不过本场比赛 两支球队都遭遇了主力外援前锋缺阵的情况 与河北华夏幸福比赛中 完成帽子戏法的马丁斯在亚冠联赛当中受伤 将长期缺阵 而恒大队的阿兰则由于轴机刘一鸣 遭遇到了八场比赛的停赛 好在两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就已经遭遇了这样的情况 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案 深花方面 吴金贵将莫雷诺推上封线 除了穿针引线 身高1米90的莫雷诺还可以顶在封线的最前沿 充当桥头堡的作用 上轮比赛 莫雷诺就在毛建青的助攻之下打进了锁定胜局的一球 而在本赛季 深花队长场军贡献三次射门 两次摄政 并且有着45.44的场军传球数以及73%的传球成功率 他的发挥对于深花队来说至关重要 恒大方面 虽然高林已经连续两场比赛打入制胜进球 但重新激活高拉特却是卡纳瓦罗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战权剑射丢点球 亚冠赛场又错过了空门的机会 近来高拉特可谓是运气欠佳 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高拉特也已经在联赛当中攻进三力进球 除了对对手球门的威胁 高拉特在前场的组织进攻能力同样出众 优秀的脚下技术和传球意识让他经常可以为队友送出精妙传球 能否解决高拉特临门一脚的问题 将是恒大做各红口足球场能否带走三分的关键 除了封线 两名中场铁腰瓜里与古德利的对抗也颇具看点 上赛季 瓜林商与复出后身材圆润了不少 但新赛季可以看到 深花13号已经恢复了往日的身材 本赛季 瓜林在中场拼抢积极 场均贡献8.2次地面争抢 并且瓜林每次前叉都颇具威胁 本场比赛 瓜林的定位球和前叉将成为改变比赛走势的关键 恒大阵中 古德利本赛季联赛无场比赛均获得了首发机会 塞尔维尔人从泰达来到恒大后 已经在亚冠联赛的赛场当中收获了首球 不过目前还没有能够在联赛当中取得进球 场均传球46.4次 成功率超过8成 古德利在中场梳理进攻方面发挥稳定 场均总跑动超过1.1万米 古德利在球队攻守两端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本场比赛面对莫雷诺和瓜林的外援组合 古德利将迎来不小的挑战 上赛季 恒大在两场联赛当中均战胜对手 占据优势 抽场比赛 恒大保利尼奥打进一球 余汉超梅开尔杜 圣花方面则是瓜林和马丁斯为球队建功 第二回合 圣花传球数和控球率都有所上升 但最终以0比3的比分败给了恒大 在结束了赛季之初各项赛事多场不胜的低迷之后 深花近期状态不错 球队已经取得了联赛的三连胜 本轮面对联赛四连胜的广州恒大淘宝 球队想要避免上赛季被双杀的尴尬成绩 需要更加努力